我早上讲了,信主了,好,那信主以后,那要跟魔鬼葬,那真是真刀真枪的,我们当时信主也不知道,我们知道鬼不知道神啊,你神有多厉害啊,你对于我的鬼,你把你的本领带来,你对于我的鬼,你把你的本领带来。 你拿出来,好,很多人就到我家去赶鬼,好,起先,跟我妈赶鬼,很多人围着我妈,农村人赶鬼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这样,我们问,哪里来的,报上你的姓名,还有这样的赶鬼,我有一些农村人挺好玩的,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这样,他说,我是乌州鼓上下来的,报上姓名,像以前战斗之前叫证,把姓名报上来,两军对战嘛, 老爷呢,他不讲,他说,讲,这魔鬼怎么说,哪一个烟来我抽,不然我不讲,我爸就站在旁边抽烟,我爸就递过去烟给我妈抽,我妈出来不抽烟,结果我爸的烟再抽,敲击恶蓝嘴,我爸在看,这个姿态比我还敲啥,抽烟, 说明有烟鬼,他一抽了一支烟以后,就开始讲,我是哪里来,哪里来,哪里来,害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好,讲完了,换了一个人,突然,新的鬼出来了,看神态就知道,弟兄姐妹说,哪里来的,你这次哪里来的,那个鬼怎么说,瞪了一下, 我那些港鬼的人,哪一瓶酒来,我们当时,哪有什么葡萄酒跟什么,什么红酒,什么啤酒,当时,那个店铺只有什么,只有白酒啊,我爸去,买了一瓶白酒,63度,来,我妈咕噜咕噜咕噜喝下去,把我爸给, 看傻掉,我爸会喝酒的,喝不过我妈咕噜一瓶,白酒,63度咕噜咕噜下去,我妈出来不喝酒,那说明有酒鬼,我信主之前没看到港鬼,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类的鬼,真的有酒鬼的烟鬼,这个人会抽烟的鬼,这个,这个鬼会喝酒,酒鬼,好,老一或,说不出话,哑巴鬼,真的哑巴有鬼,有的人哑巴是鬼在身上, 我们说,不要装腔做事,她说她天生从母胎,她做了一个肚子,摸一下,那大家会折一手,那旁边一个老人家说,就是从肚子出来了,出来就是哑巴,天生哑巴,那婚姻祖人家怎么办,那只能也用哑巴的哑巴,我要拜神祷告,跪着祷告的讲, 然后她哑巴怎么说啊,你没有办法开她的口,那我们会几个,这个,这个,这个,为她祷告的主,主啊,你开哑巴的口,因为她的喉咙被魔鬼掐了,她的阴带,声带,开声的声音被魔鬼给控制住,你开她的口,一下子就说出来,是哪里哪里,就这样数了二十八只啊,一只一只什么,一只是什么, 突然是瘸腿的鬼啊,我妈不是好好地坐在那里,突然站起来,瘸腿了,哇,一只腿瘸了,甩了,甩了,甩了,在那里甩,走几步甩,诶,奇怪,怎么,好多人变得噁了,说瘸腿鬼,可见人世界有很多的病,是来自魔鬼的,从我妈身上可以看出来, 好来,甩,甩,我甩,这个鬼的,我妈又好起来,两只腿又好起来,就这样数了二十八只,你看一天甩二十八只,你要甩多久时间,两只甩,一只甩,一只甩,一只甩,甩了将近一年时间,但当甩我就知道有八个多月,后来又连续,后还又来,将近有一年时间,要甩了多少鬼,好,我们圣诞鬼,甩出去,今天,好好的,盘晚的时候, 去买个菜,经过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是我妈的徒弟,做迷信,我妈往眼睛往里面窗户给看了一下,它里面的东西,迷信品摆在那里,看了一下,哦,马上脖子被魔鬼掐了,回到家里就不省人事,又叫弟兄姐妹来,为她赶鬼,好,鬼自己说话说,谁叫你眼睛乱看,又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就来了,眼睛也不能乱看, 因为你是有痕迹的了,跟魔鬼有,有光系的了,你连看到,她说你看我说明你还需要我,又来了,你看多可怕,好,然后就长话短说,然后我妈赶了,哦,清醒过来,完全好了,从此鬼完全脱离了, 当时我家,除迷信品,除出去,你知道迷信品装了多少,凳子了,已知了,那不算,当时迷信的东西,五大楼框,我们农村那个楼框非常大,一个楼框能装三百斤的大骨,你说那个楼框大不大,用台啊,台了五大楼框,你家有这么多东西吗, 我家的香炉,27个,大小,27个香炉,大的,小的,中等的,什么,27个,当当,把迷信品装成五大楼框挑出去,换在哪里,换在我们那里,河上, 我,昨天,啊,有跟大家讲的一条河,河边上去烧,哇,整个迷信品摆了整条,整条河,啊,那个河岸上去烧,很多人在那里钓螃蟹,因为我们那里有很多螃蟹,河里面,很多人钓螃蟹,那个晚上,整个河面,非常长的一条河,钓螃蟹的人,整夜听到哭声啊,他说他钓螃蟹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听到哭声, 今天晚上怎么整个河面都在哭声,你知道谁哭啊,魔鬼哭啊,没地方去了,老窝被端了,伤心的哭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哇,害得他就掉了,把他就吓死掉了,整夜吓死,他都整个河面在哭声啊,不忙,他不知道是今天是我妈那个迷信品拿去烧,他只觉得我火有火,烧迷信品,从此魔鬼就不来我家了,但是我身上鬼还没解决啊, 是吧,还没解决啊,我身上原来有两只潜伏很深的鬼,大家没有注意我,因为,以为我一信主就正常了嘛,那我一信主就正常了嘛,那我一信主就正常了嘛,我还帮大家做什么,当时我们教会啊, 其实我,其实我一信主就是正义书教会,就是85年就我们全村都是正义书教会,那当时信主教会聚会的就坐在哪里,坐在我们父亲的一个同工家里,我们家乡村的一个同工家里,好,那我在他的家里聚会的时候,因为我,我是有文化的,有知识, 而且我当时也会唱歌,会吃一点谱,那大家就叫我去教大家唱诗啊,然后讲道还讲两次,你看鬼在身上还讲两次道,大家说讲得不错,讲得不错,好,做信徒做了八个月,我你看信主以后做了八个月信徒,这第九个月,有一天晚上, 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一个姐妹过来说,兄弟啊,这么迟还不过去教会教唱诗啊,我说教你个什么,我骂了一句,用手捅了她一下,她说你这个今天怎么怪怪的,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平常对大家都很礼貌,我说你在想,在想我打你,她这个姐妹有点怪,她说你这是,有点不是冷的样子,用户心话骂我,啪,耳关被我打一个, 她吓死掉了,赶紧陪我,逃回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姐妹讲,树立换鬼了,换鬼了,又跑了两个姐妹来,三个来,哇,都被我打啊,鬼形似出来,打得笨,她们被我捅,她们硬抓把我抓到救会点去,本来要聚会,变成不聚会,大家拼命为我祷告,祷告我不是拼命走出去, 又抓回来 走出去又抓回来 哇 祷告了一两个小时啊 整夜为我的事祷告 鬼很厉害 打大家 挣脱啊 那个醒 我信主八个月了 从来没有显示 这一次显示出来 我身材有鬼 明显的鬼 真的 好 我非常 我记得很清楚 大家为我赶鬼 大家抓我 骂我 我都知道 但是我没办法被鬼控制 意念被他控制 有几个姐妹押着我 唱 唱什么 唱赞美诗 唱那个 赞美诗一百六十八首 那个 基督精兵的歌嘛 户歌不是 千金千金千金嘛 他唱 我死我不唱 唱 我想开口 有这么多人来为我赶鬼 我也觉得很没有面子 我自己知道 一个潜意识里知道害羞 我要唱 魔鬼 两只鬼站在我背后 掐着我脖子 唱 掐死你 吓死你 我喉咙喉不出声音 但是我有意识 我要辞也要唱出来 当我开声唱了一句 千金千金千金 哦 我的鬼出来了 突然我的人醒过来 我的身上的鬼跑到哪里 跑到正在唱诗的一个姐妹身上去 为什么跑到他 他就在我的盾 就站在我面前 为什么 这个姐妹赶鬼我们也要不要出口 这个姐妹用胡青蛙骂 死鬼 打死你 吃大便 吃大便 那这鬼一生气跑到你身上 说明我去赶鬼也不能骂人 骂鬼啊 因为我们不能用误会的话 我们信主要有圣洁的话 好 跑到他身上 那为什么跑到他身上去啊 因为这个姐妹啊 信主 这个口德不好 行为不好 经常会骂人 骂家人 骂婆婆 骂公公 嘴巴不洁净 在他身上 到现在 我信主三十年 他还没有完全断掉这个鬼 恍恍惚惚 几十年来 恍惚惚惚 可能这两年比较少一点 那 我后来不是信主吗 后来不是正常 然后我去到南京神院去读书 那我怎么会混线做传道呢 我本来 我 不是信主 信主我到护青衣中 又去补习啊 准备考大学 我当时不想做传道 也没有这个概念 也没有人劝我做传道 我就想去当 去考大学 好 现在鬼不是这一天晚上出来了 我妈发现 我妈毕竟有头脑的人 她是在迷信做几十年了 有经验 有一个晚上 把我带到我妈的环间 给我好好谈 她说 儿啊 你的一生当中 一定要奉献给主 你要四分神 不然魔鬼不会离开你 因为我曾经把你献给魔鬼 是多少人惦记着你 多少鬼惦记着你 你的一生不平躺 我告诉你 妈能保住你 今年保住明年 你今年能活着 不一定明年的活着 魔鬼绝对会弄死你 我妈这个经验很丰富啊 她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献给主用 你一生在主的道理上 在主的保护上 不会出事情 但我当时才四九岁 我那个 有点傻傻的 我说有啥可怕 我们主不知力量很大 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还不肯 我妈说 我做母亲 我为你 我有责任 一定要献给神 所以我出来奉献 不是真心出来奉献 知道吗 我不像 你看 王传道他们 大家出来奉献是 什么爱主出来 那我为什么出来奉献 是被我妈逼出来 而且是怕鬼 我妈说鬼会缠上我 所以很多人出来奉献主 是出于爱主 我是怕鬼才出来奉献做传道 好 我妈说 你要奉献给主 不让鬼被找上你 当然我也怕 被鬼再残身 那生命不是没有掉吗 然后就跪下祷告 我妈是个平信徒啊 奇怪 竟然带我花式祷告 花式 怎么花式 她说一句 我跟一句 我温苏丽 1965年9月7号出生 你知道 这个祷告还要抱抱 这个春生年月 我总觉得不对劲 我妈叫我 她说一句 我跟一句 我信主 我要一生更主 不做世界上任何的职业 不做社会上任何一分钱 一生一世跟主走 如果我违背我的诺源 五雷烘顶 我跟我 我不是祷告完 我说 妈呀 这个好像信主人 没说五雷烘顶 你那个做明星的讲习惯的 叫五雷烘顶 天打五雷屁 不知道 这怎么好像 五雷烘顶 大概那个意思 可是我呢 毕竟是小孩子 年轻人 19岁 也怕这个 祷告说话要算数 诺言要算 也怕被五雷烘顶 就这样一直做传道 做到现在 所以你知道我是怎么出来奉献 我不是爱主 我是怕鬼 怕鬼残生 怕被鬼害 我就出来做传道 我不是出于爱主 所以我的基础不好 很多地方只被爱主 宪政出来做庄子 我们在教会里很多庄子 他们说是为主爱出来 爱主出来 被主爱激励 这些人是真正的爱主 我是怕鬼再出来 好 我就出来回去 那我到南京神院去读书 我去考 当年去考 就考到南京神院 那我的生是怎么来的 我是怎么害怎么害 哦 就是这个 我的鬼跑到他身上 这个姐妹 他说出来 他怎么说 他说出来 一生当中魔鬼怎么害我 怎么害我 怎么害我家 怎么害我家 我妈曾经三次死去 死掉 第一次生我大哥的时候 我妈南场 雪山崩去世了 原来是被魔鬼给拉走 我妈生我姐姐的时候 也去世了 魔鬼说是 也是他干的 信主前三天 我妈去自杀 吊死 我妈跟我爸吵架 吵了 早上起来两个人吵架 吃完澡 吵架以后 我爸出去玩了 他竟然关起麻来 自己去吊死 当我爸 两个多小时回来以后 我妈已经死了 吊在屋梁上 我爸换下来 把我妈换下来 身体冰冰的 赶紧去叫一个医生来看 他说已经死了 你看魔鬼可怕 就是魔鬼做 但怎么活过来呢 魔鬼说 我爸抱着我妈哭啊 等我兄弟姐妹几个回来 因为他们感情很好 抱着我妈的脸哭啊哭啊 有个老人家 有个老人家经过我家 因为隔壁村的 有的孩子 到别的地方 要经过我这个大厅 看到我爸抱着我妈哭 一个绳子掉在那里 这个老人家是个信 我们曾教会的信徒 他不敢公开祷告 他只能默默在心里祷告 主啊可怜这户人家 几十年被鬼害得很惨 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主啊你救这家 可怜这家了 祷告几句就走了 没想到这个老人家一走 我爸不是抱着我妈哭 我妈睁开眼 我爸吓死掉 老婆死了很哀伤 老婆活过来也怕 我爸看到我妈 这个人也吓死掉 那我妈怎么睁开眼 后来这个就是这个 患鬼这个姐妹说出来 他说魔鬼四个魔鬼 用铁链把我妈带走 突然天上来了两个天使 白衣的人把我妈抢走 活过来 是鬼说出来的 你说可怕吗 那我妈怎么去吊死呢 我妈今天吊死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魔鬼很清晰的告诉她 你要挖一个坑 跳下去 你挖一个坑 一米六一的身 我妈身高一米六一 我妈说几十年来 你们都没有叫我跳坑 干嘛叫我跳坑 她说少会话 你跳坑 我们用土把你埋起来 你看 这不是叫你去死吗 所以第二天早上 就发生这样的 吊死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千万不能跟鬼沾边 哪一只鬼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所以后来我妈信主 那个鬼就这样说说说说 那我身上有两只鬼 非常明显 一只鬼是跑到这个姐妹身上 那另一只鬼跑到哪里呢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要休息了 那我就接着讲 因为那个鬼要死会把他抓回来 那我就接着讲 那一只鬼跑到哪里去了 我后来不是去坐船道 他鬼跟不上我 陈愿回来 在外教会坐船道 你知道吗 在外教坐船道 我的眼睛还会看见 坐船道三年我还会看见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先讲 我怎么看见这些东西 好 我们有个教堂 很古旧的教堂 下面一个卫生间 一个晚上 一点多 夏天很热 我就下来了 我要到卫生间 卫生间门开的 月光下照着 一个鬼在那里蹲厕所 鬼也要上厕所 高高的鬼 大了 黑黑的蹲在那个厕所那里 你下不下人啊 但是我不怕 因为我是个鬼 叫我怕啥 我就 下楼梯 下楼梯 那鬼很厉害站起来 引上耳来 因为他鬼上这么厕所 就黑黑的整个人也过来 把那个牙齿突然露出嘴 哇 整嘴都是黑牙 像一个大雀熊一样 然后因为我说 奉主耶稣圣明 吃着魔鬼离开我 马上没有掉 没有掉 因为这个教会死了好几个人 这个教会死了好几个人 不平安 原来这个鬼在这里 我有预备为这个鬼而征战 我后来又碰了两次 后来这个鬼 彻底离开了 教会就平安了 没再出事情 那个教会怎么有这样的事出现呢 因为这个全村的人死了 死人的东西都换在教会的墙角来烧了 因为他欺负你信主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每一个晚上 特别是初一十五 因为我宿舍就在那墙角上面 都听到死人哭的声音 哎呀 阴声声的什么声音都有 都有 我能听见 很多人来我教会住 特别到我那个宿舍住 有三个曾经 我之前的三个传道人 进去住母 三个传道人都神经不正常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这样 原来有鬼在身上 有在这里作祟 那我不怕吗 因为我就 混住民吃着这条魔鬼 他所有声音都没有掉 没有掉 所以我跟魔鬼临界 正在有很长时间 有一次半夜 有一个信徒家里发生事情 打电话到教堂 我出去 我从教堂门口出来 你知道吗 教堂的旁边 就是一个整个乡村的大祠堂 你知道农村的祠堂吗 知道哈 做民心的地方 大祠堂 隔了一个路 隔了一个小巷 只有三米匡 大概三四米匡 我从教堂出来 大概有两点多 要到信徒家里去 当我把教堂的铁门关了 歪出来 走到这个小巷的时候 突然我的脚踢了 有人的声音 叫起来 我一看 三个人头在地上 叫做无声的鬼 没有身子 只有脖子 只有人头和脖子 贴在这个地面上 我的脚踢到他们 一个人身 鬼的头上 你怕不怕 哈 当我在神学班 跟大家讲灵界辩证的时候 我刚才讲到这个时候 那个晚上 很多神学班到处说 看有没有鬼 头在下面 我跟很多同工讲 经常就出门 大家叫我讲鬼的故事 讲到以后 很多同工 走天都一直到地上 有没有鬼 你没鬼 你要死活 让他弄出一个鬼来 有没有头 你看不见 我能看见 好 我就奉主耶稣圣明 斥着他 你就来这句话 他就没有掉 好 一般我看到什么 就会发生什么 我看到三个人 起码要死三个人 当天盘晚的时候 一个消息出来了 有三个女人 因为这个教堂在海边 在洗花隔 你知道吗 海边的人洗花隔 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有没有这个印象 有花隔 从土里到山 要用那个螺框洗啊 知道 有三个女人 准备收工的时候 那个 因为海水退潮吧 很浅了 没想到 突然一个人叫起来 三个女人不见了 三个女人不见了 三个女人死掉 被水冲走 我一般看到什么 就要死一个人 被我看到 一定在我身边 一定要发现一个人死了 死一个人死 所以不看见是好事 看见是不好 我就在这个教堂的 那个阳台上 有一次我看到 半夜睡不着嘛 热 但是没有空调嘛 好 热怎么办 我就起来 大概有一个晚上 一两点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 池塘的屋顶 池塘屋顶 那个屋极啊 屋极不是小小吗 用砖块 那个 气层嘛 就环子不是这样 两边斜 上面一个屋极嘛 然后只有一块砖的 那么小的一块砖 没有想到 有六个穿 长衣的人 在上面跳舞 长头画 辫子 就像古代的人一样 穿着长衣 狼色的长衣 月光下照起来 哇在那跳 在那跳 哇 我觉得很好看 我还迷 迷了看迷了 哇太好看 原来我的眼神被魔鬼迷住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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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那一会儿 我发现我的身体 开始飘起来 飘起来 我要过去了 我要飘过去了 其中有一个 那个穿长衣的人 鬼吧 用手 捂的时候叫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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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起身了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鬼在我身上 海面上不是都走过吗 灰岩走壁 我都会走 起来了 我正准备起来 我突然清醒过来 完了 我上魔鬼的圈套 我说主啊 让我镇定一下 我马上 已经起了好几米了 我就下来 老奉主耶稣明 赤则这些 离开我 没有掉 没有掉 好 我不是看见六个吗 好 过了第二天 第二个晚上 这个池塘不是演戏吗 知道吗 全村有什么事情就演戏 好 那个晚上 演戏 他们不是一般人吗 演戏 六个人 那个晚上 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死了六个人 死了六个演戏的人 演戏不是穿古代的长衫吗 你说可怕吧 我见到什么 他就要来一个什么东西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见到很多东西 最后都来了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 魔鬼多胸肠 他预示 你看到什么 我要弄死几个人 好 最后 有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 好 大家一直问我 有一个事情 因为我曾经跟鬼谈过恋爱 嘛 好 你知道吗 我不但跟鬼做朋友 我跟鬼谈过恋爱 是怎么跟鬼谈恋爱 好 最后我讲 这个例子 我跟大家讲过 我在胡青一村读书 我的舅舅 在交通局上班 好 我就住在我舅舅那里 因为高二年开始 我就住在我舅舅那里 一个我神智不太清楚 我要让我妈 我家人要我舅舅看顾我 好 但我当时虽然不太正常 读书很努力啊 很努力 想什么 想考大学 好好考上大学 好 有一个晚上 因为我是九点半在 在那个学校自修 自修九点半下课 下课到了交通局 不进交通局 然后洗漱一下 马上又到楼上去 因为我舅舅宿舍在三楼 楼上一个四楼大办公室 因为那个灯火通明啊 那个关键很好 我就到大办公室去自修 去再去读 再去读一副啊 好 有个晚上 当我在上面读 十一点半下来的时候 在自修两个小时 十一点半下来的时候 从四楼下到三楼 不是有台阶吗 因为它宽宽的台阶 下来 台阶旁边有个大窗户 很大 窗户 上下层的窗户 有一个女孩子 站在第二层的窗户上面 离地 起码有一米多高 一两米高 它站在上面 一只手抓着窗户的铁条 一只脚站在上面 一只脚悬控 下面是一个个台阶 有两米 一两米高 我当时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啊 什么精英的 古龙的 梁羽生的 对这个神神道道的东西 有点印象 诶 然后我说 你 这么迟 怎么不去睡觉 站在这里干嘛 我讲一下 他突然跳下来 从窗户跳下来到台阶上 那个台阶你敢跳 跳后摔倒 他跳下来 一只脚踩着台阶 一只脚悬控 哇 我配我都剥裂了 我来了一句什么 你的功 你的轻功了得 我说你的轻功了得 你的轻功这么好 怎么下来没有一点声音 而且一只脚像金鸡独立一样站在那里 他看到我这样讲 啪 又上去了 像一针荒一样啪 上去了 又跳到上面去 我蹬住了 傻住了 他又当成跳下来 又是一只脚 你做我看 没有功夫 根本就下不来 那个是台阶啊 一两米高 你怎么跳下 好他跳下来以后 他说你也上去 你看 我总共才一米六三啊 能上去 还不如那个窗户高 你怎么上去啊 他说一句 他站在我背后 轻轻趴在我家屁股 上 啪 我一下子上去 我一看 哇 很害怕 然后他愿意说 指的我跳下来 我不敢跳 因为一个个台阶 跳下来会摔倒 他愿意说 指的我跳下来 啪 跳下来 哇 我对他配偶得不得了 从此以后 每个晚上 当我从护青一中 自修回来 东西吃了一点 起诉一下再上去 他一般已经在这个办公室上 他已经在 在大办公室上 所有的店都开起来 然后 知道我喉咙口会渴 每个晚上给我准备 一 一壶的水 一开水瓶的水 好 然后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做作业 他告诉我 他是护青的 护青乔中读初三年的学生 我是护青读高二年的学生 好 两个人坐在一起 你知道吗 也有书包 也有铅笔盒 也有作业榜 也有英语 也有数学 也有语文 你说他是鬼 他也懂得数学语文啊 在那写字 他还会写诗啊 我也喜欢写诗 小儿子不学一点诗 他我们两个人在那写诗 好 他还会拉小提琴 他爸爸是这个交通局 一个人壁鼓的鼓掌 是个独生女儿千金啊 穿得漂亮 我看了 阳气 而且 会拉小提琴 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看到小提琴 羡慕得不得了 而且他会拉小提琴 有个晚上 月光很亮 突然他 脱光他全身的衣服 拉着小提琴 站在窗口 月亮照进来 我被他迷死掉了 就像我生命中的女神一样 崇拜得不得了 尽散他的小提琴 你说这鬼他还会拉紧 你怎么知道这是鬼 好 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他了 天天想着他 白天上课也想着 巴不得晚上快点来 巴不得马上上楼去见他 每一次都见到他 如果你说他是鬼 一般人说鬼不是喜欢黑暗的吗 那他为什么把电脑都开着 灯火通明 但如果你是个鬼 他是没有形象 为什么有形象 那如果你是鬼 他长得跟我们人一模一样 不是青脸疗牙 长袜飘飘那个鬼 他跟我们一模一样 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啊 刘海 眉毛多好看 眼睛多大 然后那个生子穿了什么衣服 我跟他挨在一起 还有个气息传过来 露体的气息 当我跟很多人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我传到你摸过他的手 他的温度是冷的 是热的 一般人说是鬼 身体是冰的 我说可惜 当时八几年我们还不敢谈恋爱 我们谈恋爱还不敢摸 我真的连他手都没摸过 我们父亲很多年轻人 是骂我 树莉啊 你都跟他那么相爱 干嘛不亲嘴啊 我说我不敢亲啊 当时八几年谁敢亲嘴啊 如果现在早就搂在一起亲人啊 也知道他到底身体是冷的还是冰的 我都不知道身体是冷的还是冰的 连摸都没摸过啊 好爱上他了 你要每一次灯我眼睛都是水汪汪的眼睛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换鬼的人就是被魔鬼残杀 有的女鬼残杀那是不得了的 好见他的 每一天都想他 每一天都想他 吃饭也想做事也想 就想着跟他在一起 好那我怎么知道他是鬼呢 好两个人相处了有三四个月 突然两个心机不出现 你说当时处在初恋当中的我 那是阴日如阁山丘啊 都日如阴啊 熬不住了 有一天 跑到传达室去问 传达室一个 传达室一个老河 看门的老河 我说老河老河啊 我要找一个在乔中读初三年的女孩子 他说我要告诉你 舅舅啊 你谈恋爱 当时不容小孩子谈恋爱 我说没有 我是学习上的事情 我们要交通一下 他说哪个女孩子啊 因为整个湖清寺的下面乡下的每一个镇的交管站 乡镇交通管理站的家属都住在上面 知道吗 他交通去后面有两栋大楼 都是下面交管站的家属都在那里 他说在桥中一中读书 小孩子几十个人啊 你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 我就告诉他名字 他说我也不懂哪一个 然后我就描写他形象 因为在床上是每天能进进出出 他知道 我描写 老河是坐在床鞋上 我是站着屁股对着门口 我就描述 这个女孩子什么形象 刘海眼睛是怎么样 头发是怎么样 穿什么衣服 什么裤子 什么鞋子 然后然后马尾巴夹着什么手绝 我再讲 我叙述的过程 老河不是坐在床上 我在叙述的过程当中 他慢慢慢慢站起来 站起来 他转到外面出来 我变成站进去 他转到外面了 他屁股对着门口 我叙述还没往 他说指着我 你你你 你真的真的看见他了 我说是啊 真的看见了 他说真的看见了 问我上去真的看 我说看见了 他说他已经死了五六年了 我说哈 他死了五六年了 他真的是 人壁鼓鼓掌的女儿 唯一的前进 他死的那一年 真的在胡青一中读出 乔中读三年级 那一年 胡青的交通局 安排了一个中庄生 以前中庄生也挺吃香的 中庄 这个中庄生有二十出头 两个人谈恋爱了 人壁鼓鼓掌 他的爸爸死活拆散不可 但是两个人已经有感情了 有一个盘往 一个四五点的时候 下午四五点 就在现在这个时候 那个女孩子 交通局不是有五层楼 五层半 后面还有半层 他爬到半层 顺着楼梯爬到半层 跳楼自杀 死在交通局的大门下面 跳下来自杀 那一天他死的 就是穿的那一套衣服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三四个月跟他接触 每一个王子就穿那套衣服 我曾经问过他 你干嘛只穿这套衣服 他说我喜欢 喜欢穿这套 那我农村来的孩子也傻傻的 也不懂你喜欢就喜欢嘛 你想着我一个正常的 谁衣服穿三十个月啊 就带他衣服 好 我就知道他是一只鬼 从此我不再看见他 生活看不见 办公室看不见 可是在我的梦中看见 天天晚上看见他 我一躺下睡觉 他就来了 有时候变成一个人形 躺在我身边 跟我两个人发生关系 两个人亲嘴抱 抱着鬼 所以他感觉怎么样 你想看 那个是又像人又不像人 那个是感觉像飘在游里的一样 比人幸福多了 是吧 一会儿又没有掉 一会儿突然被他带走 进入他的梦中 带到天空上去飘啊 你可以离开大地 在天空飘 你看多舒服啊 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 突然换手了 我从天空掉下来 掉到地上 有时候掉到河里 泡的半死 被河水腻的半死 我腻的醒过来 我才知道我在船上 有时候被他带 带到爬树 爬很高的树 他一下子穿到树间上去 我爬了半天 爬到树的中间 我一看下面 全部都是毒蛇 爬上 爬树上 准备咬我 咬我 我大叫 天天晚上 叫叫叫叫叫醒 我舅舅跟我一个船舶 一个环间 我们两个人 两张船舶 我这一张船舶 我就那个船舶 我天天晚上叫醒过来 我舅舅吓死了 跑到别人的环境去睡 他家说 人家说干嘛 他说我外孙天天晚上见鬼啊 见鬼 你记得不 这个女孩子天天晚上跟我在一起 怎么在一起 有一次晚换 我还没有上船睡觉 我后来不爱读书的 喜欢吃晚换就上船睡觉 我舅舅说你干嘛 还没换 呼吸功课就上船睡觉 我巴不得上船把文章换下来 两个人 两人世界多好 他马上就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 不是谈不是打换 打了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桌子上 不是有个镜子吗 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眼睛描一下镜子 他已经出现在我镜子里面 在笑着看着我吃饭 对我讲慢一点吃慢一点吃 我已经来了 你说我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一个日子你觉得 殷胜吧恐怖吧 我过的是这种日子 可怕吧 跟他在一起 那怎么脱离的他呢 其实我当时在信主 不是在一个信徒的聚会点上 那只鬼不是他 是立之鬼 跑到他身上 但我这只鬼在哪里 我告诉你 我后来不去读神语院吗 不是信主吗 到神语院 那这只鬼就离开了 离开在哪里 好我神语院毕业以后 在一个教堂住墓 有一次很鞭僻的一个隔壁的教堂 人过来请我 我们传道 能不能过去帮我们一个人祷告 这个女儿子换鬼换了四年 你也曾经换过鬼 有经验 过去帮祷告 好我们就约定时间盼望过去 因为路途比较远 盼望过去到那里 已经七点多了 晚上起 好我们天黑下 下来 我们几个人从楼 从楼底上去 从那个上楼梯 他那个木板的楼板 铺楼板 这家呢 挺好玩的 六间环子 长长的楼板 六间啊 相通啊 所以我们上楼的时候 那个楼板有十几米 很长啊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环境 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 靠着窗户 瘦得跟什么样子 个子很高 手这样拖着下巴 下山看着窗户外面的大树 黑黑的 我们几个 当时去港滚 我们来了大概八九个人去 那我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他们上去 他们上去了 然后我就到下面厕所去一下 然后我再上来 他们这七八个人上去 八九个人上去 他连理都不理你 没有动静 还是脸转向窗外看 当我从楼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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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我刚露出一个头 还有十几米远 他看到我 冲出来 从环境冲出来 那几个港股的地方姐 不是在那 这个楼板上 他冲出来干嘛 他看着冲出来干嘛 看着他冲出冲出冲 直直冲到楼梯口 看着我不是刚从楼梯上来 抱着我清嘴啊 说什么 我好想你啊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 你到哪里去的 跟我去赶鬼的 那个八九个人 其中一个姐妹四十多岁的 当场晕倒在地 他做圣公做了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鬼 抱着船到清嘴 所以 晕倒在地 那个姐妹 从那个晚上起得了心脏病 到现在都还没好 还在外交委 心脏病 还没好 突然 惊吓一下 得了心脏病 那我被抱住清嘴 清了以后 我不是在楼梯口吗 我就抱着他走两步 不然不是楼梯吗 走两步 我突然心里过来 我把他推开 因为我有经验 我马上就说 我生命我的身份 我跟你不同路 我现在已经是信耶稣的了 而且我是耶稣的门徒做传道 他鬼好厉害呀 他马上改换他的口气 我知道我们不同路不同路 不同路不同路 我说好 我们今天晚上来就是 叫你离开他 因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 叫你离开这个女孩子 她已经被你害了四年了 她说好好好 我离开我离开 眼睛一直盯着我 你这几年想我吗 你让我不争气呀 我确实有想他 我就咋不想呢 又抱我一下 又抱我紧紧的亲我的嘴巴呀 站在我背后一个老 我们老姐妹 当时也晕倒在地 你看被干掉两个 完了 我用使命的睁开她的身体 一个患骨娘 她身上有一种气 什么味道 鬼的味道知道吗 她不是女孩子的味道 是鬼的味道 会迷惑了 真的会迷惑了 那我怎么办 我说使命的把她推开 这是个办法 推开她离你鸡米了 跟她讲话 她好出名 知道你坚决要赶她走 马上跪下 跪在地下 我说好 我今天晚上混足的名 要赶你走 我不跟你讲这个情分 因为我跟你情分已经断了 我已经属耶稣了 她说 每个晚上我都来 你还请我 吃话 请我留树一起睡觉 而且我们又说到天空 又说到大海 又说到大树上 你看我这不争气 竟然又来了一句 有一次我们还两个人抓两只蝴蝶 完了 又站起来 冲过去 又抱了我 有一个弟兄又倒在地上 你说我这不争气的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被鬼给控制掉 去了三个 我死活推开她 一定要给我给我 要个鬼杠死 杠到底 推开她 又被我推开掉 推开掉 她很出名 又跪下 又跪下 她说我走 我走 她真的走 在地上 爬呀爬呀爬呀 跟狗一样爬 女孩子的舌头是短短的 她的头 她的舌头露出来有十几公分长 起码有十六公 十五六五 为什么 因为她爬的时候 头离地板挺高的 木板嘛 螺板 她的舌头在螺板上 像扫帚一样 扫来扫去 扫来扫去 哇 我们不是有个弟兄吗 站在旁边啊 看可能没有港鬼经验 看着毛骨损狼 看着那个毛骨损狼 她不敢看 那个女孩子 转过脸看一下 那个弟兄 那个弟兄 当时晕倒在地 你看 长舌头看着你 那个弟兄 当时晕倒在地 从此得了一个头痛病 头痛病 年纪大了 那些多岁 当时去港区 得了头痛病 你看 去了四个 那我就控制情感 不让他 一定今晚跟某个斗死 如果我今晚被牵着走 不但我死 连这些信徒都要死 魔鬼 她好 这个女人 这个女鬼好厉害 知道吗 好 她走走 我不动情感 走走走 爬不住 爬爬爬爬爬到楼梯口 好 要下楼梯啊 不是要下楼梯啊 有个柱子 木头柱子 她 她 转过脸看 手挨着那个木头柱子 看着我 流眼泪 刷刷刷 眼泪流下 我看到 曾经跟我相处 那么多年的 一个 所所爱的人 今天要离我去 而且以狗的形象离去 我不冷静 你知道吗 我突然 心里有些不舍的感觉 我心里想 嘴上没说 她突然站起来 扑过来 冲过来 说什么 你想我 你想我 你舍不得我走 舍不得我走 边哭边抱我 后面两个姐妹刷刷 又倒下去了 去了七个 六个还是七个 我忘记掉了 我一看只剩下三个 我说完了 今晚我们全部被干倒在地上 这个女鬼是好厉害的鬼 她能潜入在我身上二十年啊 那个 交通就那个鬼 不是说她死了 她变鬼在我身上 是我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鬼 知道吗 这个人死的刚好 借着这个鬼来迷惑我 我要被撂倒在地 我今晚一定要干枪 我又 当起来 我说你别用感情迷惑我 你的眼泪迷惑我一次 不可能迷惑我两次 我今天来 就是下地区地要干你走 我要跟你一到两段 这个家人要跟你一到两段 真的 又趴在地上 跟狗一样 尾巴摇崖 屁股摇崖摇崖 舌头在地上 嗓嗓嗓嗓 下楼了 真的下楼 看不到楼梯是两个楼梯啊 楼梯又转吗 又楼梯 那几十个台阶啊 恰恰恰恰恰 恰到门口 跟跟跟 他爸爸妈妈跟着后面 爬爬爬爬到那个大门 爬到一个树下 爬到大门树下 突然站起来 正常 站起来 看到爸爸妈妈从门口出来 抱住 他把妈妈吓死掉 但是正常啊 他说妈妈妈妈别怕 是正常 我是正常的 我正常 抱着妈妈 爸爸哭啊 换四年的鬼 跑起来 但是我告诉你 一个人的鬼离开了 例如人家要受灾难 这个鬼 跑到隔壁乡村 一个人 女孩子 也跟他一样 也换鬼 那个人第二天晚上死掉了 被他带走了 被一个女鬼带走了 好 鬼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感谢主 我现在活着是因主而活 我现在活的是因为死命而活 因为主爱我的这个情感而活 因为主救我 有爱我 所以我要一生就像我妈说 要报答主 因为命是他救的 所以一切的福气是主给我了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 从死亡 罪恶 沉沦 魔鬼当中 被解脱出来 属的恶女 今天有困这份工作 我们也要努力 为神工作 好 感谢主 这两天课就讲到这里 如何在地所寻 我要寻传出福音